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最近,有关国务委员秦刚、火箭军高层和前国防部长魏凤和的问题传闻不断 而现任国防部长李尚福也卷入其中 这一系列高级官员的落马事件似乎正在给习近平政权带来一场政治危机 根据中国共产党官方的说法 特别是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以及今年两会之后 习近平正式进入了他的第三个领导任期 而所有中央委员及以上级别的高级官员都被认为是由习近平亲自选拔的 与习近平早期上台时,整肃的党政军高官不同 许多这次被调查的人似乎与习近平的权力关系完全不同 有人怀疑这是反对习近平的力量所为 他们故意曝光这些官员的不端行为,以迫使习近平自视其言 因为打这些人就是在打习近平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年仅65岁 上月底在北京参加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全体会议后 就一直为公开露面 这是短短三个月内传出的第二位中国国务委员级高官失踪的消息 此前,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失踪一个月后 于7月底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 保留国务委员头衔至今为露面 有学者认为,目前打击李尚福就等于打击习近平 因为李尚福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人 属于习近平内部权力派别中的成员 因为李尚福没有其他派别背景 当然,习近平也可能指责这些官员不忠诚 尽管这些职业军人都是由习近平提拔上来的 但由于习近平本人与军队的渊源有限 军中人士可能对他抱有不同的看法 目前中国共产党内部,包括军队和政府官员中 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较为土变 然而,只要下层官员不敢真的反叛 习近平仍将坐稳领导位置 习近平表面上要应对美国的科技封锁 近年来特别加强了军工体系 重要职位多倍科技军官占据 然而,在军队内部存在不同派系的竞争 因此,有人不惜向军纪委揭发这些官员的不当行为 试图将他们拉下台 纪青钢被免职 火箭军高层被一锅端之后 国防部长李尚福突然又失踪了近20天 而最新传出的消息 基本已坐实,李尚福被抓了,正在接受调查 最近中共军内外一连串高官机连出事 事态极不寻常 说明中南海权斗明显加剧 进入了新一轮的清洗周期 先是外交部长秦刚 然后是火箭军司令员 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 下一个被查的是谁呢 在这里,有这么几个人 从各个方面都具备被整肃的可能 第一个涉及人物是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前 李尚福曾担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中国共产党的装备发展部 及原总装备部拥有巨大的权力 无论是项目认证还是资金波幅 中国国防工业都必须经过该部门 因此存在腐败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媒体报道 对李尚福的调查涉及到军事装备采购 这意味着李被涉嫌贪污 而李尚福之前的装备发展部部长是谁 正是张又霞 如果李尚福涉嫌贪污 那么张又霞是否能幸免于难呢 更重要的一点是 李尚福是张又霞提拔的 习近平下一步可能会对张又霞采取行动 最近大家也能注意到 张又霞很少发表言论 不能排除张又霞对习近平有意义 第二个人物是外交部长王毅 王毅是秦刚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后再次上任的外交部长 本应该陪同李强出席9月9日至10日的G20峰会 但结果他却未出席 不仅如此 这次的联合国大会也由韩正而不是王毅出席 这表明习近平对王毅目前并不满意 中国国内最近有传闻称 在G20峰会前习近平访问南非并参加金砖五国会议时 王毅的整个安排出现了多个问题 其中包括习近平的秘书被拦在门外 习近平下飞机的登机梯比较滑等问题都没有妥善安排 因此王毅受到了蔡奇的严厉批评 蔡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的身份 对王毅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 目前我们获得的信息是 王毅目前并没有受到纪律审查 但被指责存在严重的工作失误 至于他未来的命运上不清楚 王毅为陪同李强参加G20会议的情况 确实令人感到诡异 最近他还确认为参加联合国大会 有多个消息渠道称 王毅正在居家写检讨 如果习近平想要解除王毅的职务 那么查找他的问题肯定会相对容易 过去的外交事务 尤其是金钱外交的执行过程 都是由外长一手处理的 金钱外交在中国共产党内部 涉及的资金非常隐秘 也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或问题 要进行调查 肯定会揭示出很多问题 因此 王毅是否会面临问题 需要继续观察 第三个是公安部长王小红 在这里 可能有人会质疑 王小红不是习近平的亲信吗 为什么可能会遭受秦刚和李尚福一样的命运 没错 王小红的确是习近平的亲信 但秦刚和李尚福不也是吗 然而 秦刚和李尚福已经遭受了问题 因此 王小红也不排除遇到问题的可能性 习近平最近采取了三个行动 来影响王小红的地位 首先 习近平撤销了王小红兼任的特勤局局长职务 而且这一职务的接替者是王小红的对手 其次 习近平取消了王小红兼任的全国公安协会会长职务 第三 习近平解除了多年来一直与王小红合作的副手 公安部副部长刘钊的职务 尽管当局没有透露刘钊被免职的原因 但可以肯定的是 刘钊在今年年底才满60岁 而且在公安部的副部长中年龄最年轻 因此这次免职显然不是正常的退休 王小红在升任公安部长后 兼任多个职务 其权力迅速扩大 这让人联想到了孙力军当年的情形 如果党内爆发政治变革 他无疑是最有可能的人之一 考虑到习近平的警觉性 他不可能无动于衷 网上传言也称 习近平对王小红的信任逐渐减少 习近平最近对王小红采取的三个行动 让人想起了毛泽东在进行权力斗争时采取的一种策略 挖墙脚 撤销王小红兼任的特勤局局长和全国公安协会会长职务 就是在削弱他的权力 而取消刘钊的职务是否也是在削弱王小红的影响力呢 这完全有可能 至于习近平与王小红之间发生了什么 外界上不得而知事态可能还在不断发展之中 因此 我们说王小红也不排除可能会遇到与秦刚 李尚福类似的问题成为第二个孙力军的可能性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